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串红辣椒从湖南深山走进最高人民法院 小萨探会即将为您播出 走出深山的红辣椒 2014最期大的改变就是不要再干什么 希望毕业以后能够一块的大学生能够一块的来源 找到一份好处处的中间的职业机会 2014年我最期待的改变就是充气好一点 能够出门到面来微笑和不是带着口罩 我希望老师能跟我们清楚地刻余活动时间 让我们去进行洗衣锻炼 交通可以更加便利 我希望城乡医疗保险能够早日同一期待改变时 房下能够下列 2014我最期待的改变 最期待的 找个好工作 对 挣钱养家 希望房价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空气好一点 老人常出来走 2014我最期待的改变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小萨探会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将要做工作报告 那么在2013年法院系统的工作当中 人们最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司法公开 现在我们的司法公开究竟公开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人民群众的感受又怎么样呢 前不久我们就记录了一个农民老马打官司的过程 50岁的马国生是查人村的村民 老马的官司要从2013年6月24日那天收到的五条短信说起 五条信息显示 这张卡共被人取走了两万五千多元 那是老马全部积蓄的一半 老马惊出一身冷汗 他火急火燎的跑到山下的信用社去查询余额 卡上的钱果然少了一半 是谁取走了老马的钱呢 老马想到了外甥蒋德明 因为这张卡是用外甥的身份证办的 密码也是外甥设的 气急败坏的老马立即跑去质问外甥 而外甥却感到非常冤枉 看到外甥态度如此坚决 心急如焚的老马也不顾情面了 赶紧到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在派出所 办案民警帮老马取了证 听老马说这张卡是在广州开的户 办案民警又让老马迅速去广州报警 第二天一早老马和外甥蒋德明上了广州 广州是老马的伤心之地 也是这起案件发生真正的缘起 2008年老马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南下广州打工 在这里一家人通过努力攒下了近十万元积蓄 老马说当时他想再干几年就带着妻子告老还乡了 可他没想到后来妻子竟然变心了 同床共争25年的妻子说出这样的话令老马很难堪 他找到两个女儿去劝说妻子 但女儿说他们跪在地上求母亲 母亲也不肯回头 知道我生了小孩他就看我去医院 他就是说我来看你是看你 反正我不会跟你爸回去 看到妻子去意已决 老马的心也彻底冷了 分手在即 老马担心积蓄被妻子卷走 便把钱存到了外甥名下 为了安全老马还特地开通了短信提醒业务 绑定了自己的手机号 后来老马用这张卡存取款都很顺利 没想到这次钱竟然不翼而飞了 2013年6月26日也就是案发后第三天 老马他们向增城公安局沙村派出所报了警 警方调查发现老马的卡是在冒名市电白线建设银行被人盗取 然而由于线索太少 案子一直没有破 为讨个说法 老马他们又找到了给他们办卡的银行 双方都报了案 我们也在协助我们的公安机器提供各种信息 银行说一切要等破了案再说 而警方哪天能破案还是个问号 眼看钱丢了快半年了 老马坐不住了 他一遍遍地找银行和派出所 看到老马这么着急 办案民警告诉他 银行对他的存款负有管理责任 可以先到法院起诉银行 公共民事诉讼 对五十岁的老马来说 上法院打官司还是头一回 他心里一点谱都没有 自己一个服务老百姓 你没见过法院 你不会说话 你不会写 我是接着感觉 为了打官司 老马花五千元钱请了律师 结果却被人骗了 一气之下老马决定自己起诉 2013年12月27日 老马和外甥蒋德明到增城人民法院新唐法庭递交了诉状 这里呢就填写您的基本情况 这个诉讼标定呢就填你的要求 比如说你要求对方赔上多少钱 新唐法庭的法官告诉老马 交了材料就在家等 广州中院12368平台会通知他案件进展 这12368究竟是什么呢 老马不太明白 可法官让回家等信 老马也就回去了 两天后老马忍不住给12368打了个电话 喂 你好 管制公司送服务要线 请要什么可以帮您 我叫马高生 电话那边的人告诉老马 七天之内立不立案肯定有个说法 12368平台给出的回复靠谱吗 老马心里打了个问号 带着老马的疑问 记者决定去探访一下这个12368 12368诉讼信息服务中心 是广州中院设立的一个信息平台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老马的通话记录 每个来店都有当时一个对话的一个录音 这是我们12368诉讼服务平台的一个界面 这是实时的吗 对 这是实时的 这里在线就是有六个话务员接通电话 12368平台的指导法官李小燕告诉记者 一般来店由话务员直接答复 如果确需法官办理的 他们就会把信息整理后发给法官 当12368平台给法官发出信息后 电脑就开始自动倒计时 两天内如果法官没答复当事人 系统就会自动提及监督 发送短信提醒庭长注意 如果庭长两天内不回复 系统就会把短信发给分管院长 直至一把手院长 我是第七天吧 就跳到我这里来 我就亲自来来读办 那就是大事情了 有没有接到过跳到您手机上的 没有 后来我们了解了 就个别的就跳到副庭长那里 也就是说第三天已经是 都准备答复了 看来12368平台的工作人员告诉老马 七天内必有结果 这话是靠谱的 果然在老马向法院递交诉状后第四天 他们就收到了12368平台的短信 信息上说案子立上了 案子是立上了 但是什么时候开庭呢 半个月后 老马他们接到了12368发来的信息 2月13号10点开庭吧 短信上写着 开庭时间是2014年2月13日上午10点 地点是在增城法院新唐法庭 主审法官叫彭毕波 为了核实开庭的事 老马又打12368 查到了法官的电话 我想要不要一定陪我来 一定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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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说 卡是蒋德明的明开的户 他必须出庭 法官告诉老马 庭审还要在网上直播 我希望更加联系 更加联系 以后就搞什么我也搞不了 我不等人家都会看得到 老马打官司在家里 事件大事 一家人商量决定 由老马和蒋德明去广州 其他人在湖南老家上网看直播 是否 Зд recibreated 我 Paper России 是一家人 我们去哪里 三个城市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善言辞的蒋德明也开口了 他说 取钱要凭银行卡 即使密码泄露了 如果有人拿伪造的卡取走了钱 银行也有责任识别 银行的律师却说 蒋德明这话虽然说的没错 但是也不排除有人拿走老马的卡取了钱 如果卡是老马的 密码也是他自己泄露的 那么他们就更无辜了 怎样才能证明不是自己把卡给了别人取的钱呢 在法官提醒下 老马他们立即拿出了老家派出所开的那份证据 根据这份证据 法官认为 案发时卡在老马身上 银行没能识别伪造的卡导致老马的钱被盗 银行应承担主要责任 记者了解到 2012年7月至今 广州中院网络直播案件460多起 实现了天天有直播 人人有直播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年夫介绍说 公开给当事人和法官都带来了变化 有十几宗案件 那么当事人一听说要庭审直播 他自己申请撤诉了 不打官司了 这点倒是我没想到的 打赢官司后 老马高兴的回到了湖南老家 听说小萨还要去采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老马和家人托小萨探会记者 把自家丰收的辣椒送给周院长 表达他们对法官的感谢 副院长您好 您好 我们小萨探会 您好 来 您请 好 我们这专门布置了一个比较简陋的一个专访 对 布置了一个对 然后还有一个任务在采访之前我得完成 我们今年两会这个节目采访了一个湖南的农民 他的一个案子刚刚这个执行下来特别高兴 然后他们知道我们今天上会要来专访您 专门托我带了一份小礼物给您 这是他们家自己种的辣椒 从湖南 这对我特殊的意见 红辣椒 对 红辣椒的性格 一个是感谢老马 二个要 一定要尝尝这个老马 种的辣椒 老马还特别担心 说怕您这个在湖南吃惯了辣椒 现在不知道在北方还能不能吃得惯这么辣的辣椒 没问题 而且老马种的口感应该更 纯天然 有机 给您搁这了 来您请坐 就是这个辣椒的背后 实际上它还有那么一种特别的味道 这个味道是不是跟您这个现在在工作当中 您所感受到的这些当事人的心情 是有直接关系的 老马 这份心意令我很感动 作为长期在湖南工作的 经历 使我对老马这个心意 有了更多的理解 老马送辣椒 也表明了 群众 对人民法院 沉默扬善 维护公平正义的期待 人民法院的宗旨 是坚持为人民服务 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践行 司法为民的宗旨 我们要为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提供有利的司法保障 通俗地说 法院 就是要为老百姓存药 保护老百姓的利益 这个老马的案子就是因为当时在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 这个直播 然后也是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其实作为主持人 我们的工作就是面对摄像镜头 但是即便是这样 直播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我不知道对于法官来讲 他们会所觉得压力 我们就是想通过司法公开 形成倒闭阶制 坦实地讲 公开 对法院 对法官 都有压制 尤其是通过直播的形式 无论是电视直播 网络直播 微博直播 人民群众可以同时了解案件进展的情况 对法院和法官都有压力 我们就是把压力变成动力 来提高法院和法官的能力和水平 通过公开 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促进公正司法 2013年 司法公开的阳光还照进了这样一群人 这个人叫张高平 2003年5月18日晚上21点 他和侄子张辉 驾驶货车送货去上海 路上他们受人之托 好心搭乘了要去杭州打工的女孩王东 据他们说凌晨1点50左右 那个女孩下了车去打出租车了 临走时 女孩王东还问他们要了电话号码 此日凌晨 杭州市某区的水沟里浮起了一具裸体女尸 死者就是王东 警方很快就将最后接触王东的叔侄俩 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并将其抓获 警方最终的侦查结果认定 张辉与张高平合谋在驾驶室内 强奸并且掐死了女孩王东 但从遇害女孩的八个手指甲里 却检查出了另外一名男子的DNA 起初这一点的确曾经让杭州警方起过疑心 为此杭州警方曾多次排查 遇害女孩生前接触过的朋友 却没有发现相吻合的DNA数据 于是这个本该能够帮助确认 遗凶的关键证据被搁置了 张高平说女孩下车后去打出租车 那么女孩也有可能是在等待 或者上了出租车后遇害的 但在案件中却没有任何 警方排查出租车的相关记录 2004年年初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这起案件做出了一审判决 张辉被判处死刑 张高平被判无期徒刑 但是几乎与此同时 在杭州市又发生了另外一起命案 这第二起案件当中 女大学生金金在回家途中遇害 凶手是出租车司机沟海峰 2005年3月 沟海峰一案在《今日说法》栏目当中播出 正在监狱服刑的张高平张辉叔之俩 看到后心头一震 我向他们反映 我说但是那个女孩子也可能是这个人杀了 张高平提出 先后两起案件的遇害者都是年轻女孩 作案手法一致 作案地点相近 也都涉及到了出租车 因此张高平认为女孩王东遇害 也与沟海峰有关 此后沟海峰很快被执行了死刑 但是服刑中的张高平从未放弃申诉 自己跟自己定了三条的 第一条拿到无罪犯的书 回家官员回家 要么就是身体不行死的就算了 2011年11月底 杭州市有关部门终于开始了对此案的复查 这次查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 当年从遇害者王东指甲中提取的 那个可疑的DNA 与已经被执行了死刑的沟海峰的DNA 高度吻合 2013年3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张氏输职强奸案进行了再审 法院审理认为 原一二审判决证据不实 定罪适用法律错误 依法应与改判纠正 最终法院判决 张高平输职无罪 这一年得到公正判决的 并不只是张高平输职 2013年8月7日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再审了刘凯丽故意杀人一案 依法宣告刘凯丽无罪 当庭释放 2013年4月25日 河南省平鼎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再审了李怀亮故意杀人一案 服刑了12年的李怀亮被无罪释放 刑事错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2013年11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 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 其中要求将审判过程 裁判文书依法公开 用公开促误公正 2013年8月22日 济南中院微博直播了 举世关注的薄熙来受贿贪污 滥用职权案 2013年11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微博微信账号开通 全国法院微博发布厅 正式上线 公开不仅有利于审判公正 还能够化解执行难 2014年2月13日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 即将对一起案件进行强制执行 这起执行案件的申请人是杨志民 2013年底 杨志民要求强占了他家房子的小叔子全家藤房 申请人呢还是比较着急的 他流离失所 到外面去租房 上午8点半 法院的强制执行开始了 别说了 你别说了 是你执行 你执行 有抵触情绪 但是并没有出现暴力抗法的情绪 上午12点半 被执行人的全部物品被腾退完毕 杨志民终于从法官手里拿回了钥匙 我谢谢你们 不管执行当中有什么困难 那么法院首先还是要坚持相隔制法 这样才能既保证 这个司法的公正 就能够提升司法的权威性 2013年 还有许多像杨志民一样的申请执行人 都了却了清洁 因为在2013年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 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同时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开通 截止目前已有三万多个老赖被列入失信黑名单库 审判流程公开 裁判文书公开 执行信息公开 2013年 全国法院强力打造的司法公开三大平台 让公众触摸到了法治的脉搏 2013年12月4日 全国法治宣传日 面对国旗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和500多名法官一起 庄严宣誓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 我宣誓 忠于主国 忠于人民 在这样一个仪式的背后 您期待向社会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现实仪式 来表明全国法院 33万名干警 忠于党 忠于人民 忠于宪法和法律 忠实理行宪法和法律 赋予职责的这样一个觉醒 表明 全国法院 法官 坚持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心和信心 我不知道如果让您来梳理 2014年 在您心中 这个司法改革 包括法院工作的推进 如果列举几个重点的话 您会把这几个重点 怎么来分布排列 2014年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年 对人民法院来讲 也是这样 我们要按照 党的18届三中全会 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的要求 全面推进 司法公开 把司法公开 作为人民法院深化改革的重点 一个突破口 通过公开来进一步促进工程 同时我们要进一步规范 审判权力 执行权力的运行机制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让审判者裁判 让主审法官 承担起责任 而且我们还要实行 严格的责任追究之 法官要对案件 的质量 终身负责 同时我们还要狠抓 法院队伍的建树 严格教育 严格管理 对法院队伍中存在的问题 腐败现象 要坚决的预议查处 以连结来保护着 2014年我们的小萨参会 也准备了一张卡片 主题是2014 我最期待的改变 我们也希望您能和观众 分享一下您对2014年 您心里的期待 2014年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全国法院 阳光司法 连结司法 公正司法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阵力 谢谢 谢谢周强院长 谢谢您 谢谢 在周强院长的采访当中 他说到了这样一句话 那就是2014年 要用这种公开的方式 来产生一种倒逼机制 来推进法院的司法改革 同时也提升法官的素质 从这句话当中 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热辣辣的干净 我们相信2014年 这样的改变将会出现在中国的每一个法院 以及每一个法官的身上 而这样的改变最终 也将在每一个案件中 让我们看到法院的公平和证明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少茶参会 再见